我一直在想 我很認真的看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我就發覺是被撞傷的 可能這邊頭破掉 然後這邊眼睛怎麼樣 然後這裡手怎麼樣 就是都是那種車禍的屍塊 這樣塗上來 我那時候就很怕 我心想 我趕快看旁邊我的車窗 可是我的車窗 也全部都是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我很怕 我就想 那我現在是要踩油門還是踩煞車 我也不知道我現在這個地方 如果我踩油門會不會撞到東西 因為我已經完全沒有視線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就一直抖 然後我會怕 我就把那個車上的佛經打開 然後我還一直說 Omitofo 我沒有害你們 不要來找我 這些回向給你們 我一直講說 好了 整個都密不透氣 整個沒有光線 我心想 怎麼辦 是我遇到什麼東西嗎 我就把佛經開得很大聲 車上的佛經一直撥一直撥 後來我的車子 我覺得有一點點滑 有點下滑下滑 我一直很認真的踩著煞車 後來我覺得下滑下滑 後來在我的左前方的地方 因為我看到很多屍體這樣疊過來疊過來 就突然間在這一塊邊有一個光線開了 有一個小小的縫 那我就心想 我把車先停下來好了 我趕快打電話求救 但是我看到這一點點光的時候 我趕快摸我的手機 我的兩支手機完全沒電 我就想奇怪 為什麼我兩支手機會沒電 然後開下來之後 我就看到那個女生 她長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就是一個正常的人 她就這樣站著 頭髮大概到這邊 穿了一套藍色的西裝褲 然後藍色的T恤 她就跟我說 往這邊 往這邊 比較安全 那那個時候她只是這樣子 可是我看到的人是正常人 那我先想 她大概是劇組的誰 因為她也化的妝很漂亮 然後她一直跟我講靠過去 我先想 我靠過來的時候 應該就不會有車子來 那我把車開過來之後 我心想 我的手機不通 那好不容易這時候有一個人 我可以跟她求救 我就轉過去跟她講說 妳可不可以幫我 我跟妳可不可以 她就本來是這樣跟我招手 她就整個人轉過來 這一邊都很漂亮喔 但是她這邊是 更多沒有 然後她手上 就拿著一堆的骨頭 那骨頭像什麼 像我們去菜市場豬肉飯 我要這一塊小排 你就拿下來剁一剁 是那樣子 肢力破碎的骨頭說 妳可不可以幫我 然後我就想 怎麼會這樣子 我說 你們不要找我 我什麼都不懂 我只是來拍戲而已 可是又發覺 靠過來的人越來越多 我把佛經轉到最大聲 可是那個速度是 啪... 我的窗戶跟前面 完全是看不到任何東西 連剛剛那個 那個女生也不見 然後這時候我就心裡在想 我要怎麼辦 那我以前一直聽人家說 晚上不要聽佛經 我那時候就在想 會不會跟這個有關係 我就把車子關掉 然後就開熱門音樂 就趴著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我趴了很久很久 後來開始有光線 有光線 然後那個光 整個照亮之後 然後我起來 沒有東西 可是 我開的是轎車 不是修旅車 那我在想 我出門的時候是開修旅車 為什麼會變轎車 然後我一直停在那邊 我在想 我是不是開錯車 我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然後我回家的時候 我老公跟我 我問我老公這件事 我老公說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開出去 又回來換另外一部車 可是我對換車這件事情 是完全沒有印象 然後這件事情我不敢講 大概隔了三天以後 我們又要出外景 又再到那個山上去 可是我在想 我這件事情 要不要跟大家說 信的人會怕 不信的人就覺得 你在製造問題 讓大家緊張 然後後來我們就說 要去上面 那我的部分 我夜戲可不可以 不要太多 然後說沒辦法寫出來 都是夜戲 然後我們就在附近的一個地方 一個店家 然後他們很好心 就跟我們居主認識 就讓我們住 然後他的女兒也對我很好 他就說 你可以來睡我的房間 我就說好 那這個女兒長得是 很可愛很年輕 可是我很清楚 我睡沒有多久 我就聽到 有人一直在推我 那個起來啦 起來啦 有人推我 然後一直要我起來 我心想 我是睡在哪 那我想 我睡在這個 雜貨店的老闆家 然後我張開眼睛的時候 那是沒什麼光線 我往旁邊看 應該就是剛跟我睡的那個女生 不是那個女生 又是那個長髮 拿著長骸的那個女生 她一直跟我說 幫我組合起來 幫我組合起來 我整個嚇了以後 我就說 小姐 我就叫很大聲 我就跟那個 店家的那個女生講 我說 妳們最近這裡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她說沒有啊 我說 我前一陣子開車出外景的時候 有遇到一些 然後她就馬上 嗚住我的嘴巴 說 妳不要講 妳真的不要亂講 她就一直叫我不要講話 然後她就帶我到客廳去 等於在雜貨店的那個 我就一直等 等到天亮 等到五點多 然後她才告訴我說 我前一陣子有人被分撕 就在那邊 我問她男的女的 她就跟我說 就是我說的那個樣子 所以我再也不敢 去那個地方出外去 因為既遊魂娜娜之後 又帶來超海人的靈異照片 包底下的目瞪口呆 最恐怖的靈異照片是什麼呢 不是自己拍到的 也不是自己感應的 是妳當下沒有感覺 事後別人拍到了 妳才知道妳是主角 那我這裡呢 有三組照片 那都是跟大家耳熟能詳的 有的是往生的藝人 有的是國際巨星合照的照片 那我都在裡面 那我不知道照片的真假 但是呢 跟這個照片有關的人 幾乎都發生了事情 所以 電視前面觀眾朋友 妳看這些照片的時候 請妳要有心理準備 第一組照片呢 這是跟周星馳有關係 那這個照片 其實在網路上面 有很多的版本 那我必須要正本情緣 把真實的故事 跟大家講清楚 當時呢 當時呢就是有一個 這個 古叉烏龍茶 這個廣告 很有性的 這個參與的演出 那這個角色總共有三位 一個就是 新爺演 九品芝麻官 那女主角是 唐娜跟蔡家宏 一個演 香港版本 一個演台灣版本 那一個就是我 那我演就是一個 小老百姓 那當天錄影的現場 是在中影文化城 那中影文化城 如果熟知靈異故事的人 就知道說 文化城本身就是 分場改建的地方 那幾乎當時 任何電視台進去裡面錄影 收視率都會不太好 而且甚至呢 有電視台因為 去了裡面 整個頻道收掉 都有 那進去錄影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新爺是遲到的 我們大概早上 十點的班 新爺中午才來 那蠻特別的是 他竟然要求化妝師 不要化妝 演古裝喔 完全沒有化妝 脂粉未失 刮鬍刀一刮 就上演了 上演之後呢 那導演也不敢交戲 因為他就那一句 大膽雕名從十招來 當天我們覺得 新爺有點怪怪的 因為他就很High這樣子 他就跟那個導演講 導演啊 這句話我演三十種讓你挑啦 他就大膽雕名從十招來 大膽雕名從十招來 就演了三十種 就一路演了三十種 就導演說 導演真的喊咖了嘛 咖了之後就收工了 收工之後我們就很緊張 因為我們怕說 新爺走的就沒有機會合照了嘛 那新爺就 那時候因為他穿的那個鞋子 非常高七公分 他也跑不快 他穿那個鞋子工廠那個 跑不快跑不快 然後我們想說 趕快把握機會 他走到中庭的時候 我們就說 那個新爺新爺可不可以合照 可以啊可以 可是我馬上就要走啊 那時候因為忘了帶相機 我記得那時候廣告公司 他的助理 然後現場圍了很多人 就說我們來幫你拍 廣告公司很合理的 就拍了一張照片 拍完之後呢 有個阿伯進來了 那個阿伯的印象非常深刻 體型跟這個娃娃有點像 但是他的髮型是條碼頭 就是條碼狀的 三四根 然後那個阿伯就說 啊我幫你拍 我幫你拍啦 給你拍一張 就這樣拍 那我記得就是拍了兩組照片 拍完之後 那當然就是新爺就回香港了 那我們當然覺得說 哇跟國際巨星合照 那是多麼的興奮的事情 那就跟廣告公司講 廣告公司呢 就是寄了兩張照片 寄了兩組照片給我 我一看照片 嚇壞了 這兩個照片 已經呈現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 我待會兒把照片給大家看 先看這張正常的照片 這張照片這個就是新爺嘛 因為他穿了七公分 感覺就比我高了一點 那我當時演的是電小二 這個場景是在中影文化城 大家看得出來嗎 然後那時候拍完 這個時候我剛剛講的 廣告公司是提供兩張照片 那兩張照片我一看 這照片很奇怪 左右剛好相反 而且現場出現一個靈異的畫面 我那時候很震撼 就打電話到廣告公司說 你們怎麼寄了兩張照片 廣告公司說 對啊對啊 因為寄了兩張嘛 就照幾張就寄給你幾張 我說那拍照的那個人呢 他說拍照那個人 你說那個執行是嗎 我說對啊 就是那天從中影文化城 拍完之後回去 出車禍 喔 往生了 我說 才也不過一個月耶 他說因為想說你們 也沒有什麼交情 就沒有講這件事情 然後那時候就很毛 看了這照片之後 因為剛剛講這個照片 是很靈異現象 那你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欸 還有一個阿伯拍嘛 那我就去找那個阿伯 去看看那個照片是不是有蹊蹺嘛 那個阿伯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那個阿伯他跟我講說 他是在忠雲瓦城 進來那時候前面有賣很多 什麼吃的喝的五萬這些東西 他說我是在第三家 你來找我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那趕快去第三家 進去那個店 進去那個店看到一個年輕人在那邊 我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這店的老闆怎麼在那裡 老闆 我就老闆啊 沒有沒有沒有 一個比較大塊的 老闆沒有什麼 你再說什麼 就一個大塊的 老闆沒那麼多 把我欺負咧 你算是說真的嗎 真的啊 你來來來來來 我就走進去 他小房間裡面 有一個小的林堂 上面一張照片 那個照片 就是我看到那個老闆的樣子 我那時候想說是不是我看錯 我是聽錯了 那那個反而那個老闆問我說 你真的看到一個大塊的 條碼頭給你那些 說錯 我告訴你 那不可能 然後就把這個照片給他看 然後甚至這張照片呢 我還寄給了新輝電影公司 就是新爺的電影公司 新爺還特地 第二次有來台灣的時候 還跟我見了面 在看這張照片 我們根據很多專家看 都覺得不可思議 現在把這張照片跟大家分享 請注意喔 我們兩個人並沒有換位置 你看喔 背後的背景都是一樣 都是屋頂 都是有一個假房子對不對 兩個人站的位置相反 你說 這個兩個人沒有換位置 我剛剛說的 拍攝的時候是很急的 而且我的字的位置都一樣嘛 對不對 再來請注意看我遮住的地方 沒換位置啊 這是什麼 請注意看喔 請問韓溪也難得的合照 請出現了靈異現象 到底有多恐怖 廣告後回來驚悚的 廣告後回來驚悚的